先前网络平台流传四年前 天道盟前盟主逝世的公计影片 标迫上百万点月 影片当中看到不少黑班大佬 还有正台人士都有出席 场面很气派 不过刑事局今天表示 由于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刚刚修法通过 天道盟又是最高法院判决确认的 三大帮派之一 担忧黑帮形象升职明星 因此后来已请Google下架 在今天晚间 影片已经变成私人影片 无法观看 上千名黑衣人士大阵仗排开 黑帮大佬 政坛人士几乎通通出席 动员场面惊人 这是四年前天道盟第三任盟主 绰号风济公的肖泽宏攻击影片 三个多小时全记录 至今已累计破百万人次点阅 只是这影片现在被刑事局要求下架 现场总是人数有限嘛 没有马龙这么多人嘛 所以他就用旺路来图现出 让各我们东南亚境内的一些帮派 他们一些亲友 能够在国外也能够目送他最后一层 由于今年五月立法院刚针对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修法 也就是俗称的名人会条款 黑帮在公共场所聚集三人以上就会被举牌 要求解散 几方也回头赶紧检视网路影片 就是因为天道蒙是最高法院判决认证的台湾三大帮派之一 但用影片会让黑帮形象升职明星 因此请Google下架 28号晚间该影片已经变成私人影片无法观看 新法修正通过 刑事局也表示 未来网络上若出现类似影片 加引个案搜证 以请地检署侦办或请网络平台下架 警方大动作扫黑 从实体到线上就是要压制棒牌起演 记者温宜张士奎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